嗨,大家好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Leonado AI 这个最近颇受瞩目的AI绘图工具 首次使用时 你可以在他们的官网输入自己的email 在收到邀请通知后 你就可以透过右上角的连结 进入到Leonado的主界面 那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 是其他用户使用Leonado绘制出来的作品 Leonado最大的特色 在于它有许多调校过的模组 可用来产生各种不同风格的画作 你可以从中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画风 点击进去后 里面会显示该模组的简介 以及使用此模组绘制而成的作品 将作品点开的话 还可以看到该画作所使用的题词 而如果决定要使用此模组来进行创作的话 只要按下产生按钮就OK了 好,那在这个界面中 上面的文字栏是我们输入题词的地方 只是有时我们虽然有想要画的主题 但是对于主题的细节 却常不知道如何去描述 这时你不妨可以试试看 Leonado的题词辅助功能 你可以把画作的主题写在底下 譬如中世纪的圣殿骑士 然后指定要产生的题词数量 最后再按下右侧的按钮 Leonado就会帮你想出好几个有趣的点子哦 OK,那在开始算图前 我们先快速了解一下左栏的几个设定 首先是每次算图的张数 预设值是一次产生四张图片 而底下是影像的大小 你可以选择内建的尺寸 或是自己指定图片的长宽 那再下来是题词的全种值 尺数值越高 题词内容对于生成图片的影响也会越大 然后Step Count会影响到图片的画质 张大调高图片会产生更多的细节 但相对的算读时间也会越久 最后这边有个Tiling拼贴的开关 如果你想要制作背景或材质类型的图片 开启后 Leonado生成的图片在并排时 边缘的缝隙就会处理的比较自然且不做痕迹 好那这边左栏我都是保持预设值 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然后你可以决定是否要修改建议的题词 或是直接按下Generate开始算图 Leonado会提示我们此次算图会用要多少的Token Token有点类似代币的概念 而Leonado的一般用户 每天都可以免费取得250枚的代币 OK那算图完成后 Leonado很棒的一点 就是他提供了许多功能 可以让我们针对这些图片做后续的处理 那最右边这个是删除图片的按钮 最左边这个是下载 而左起第二个可用来将画面拉远 比如当你觉得图片中的主角离镜头太近 启用这项功能后 Leonado就会重新渲染 另外算出一张四角较广的图片 那再来左起第三个按钮 是一个自动去背的功能 方便我们将人物角色合成到其他场景 而不需要再去开启Photoshop等其他工具 好如果从这四张图片中 你有找到一张比较综艺的作品 那么下一步就是要把它放大 另外算出一张解析度较高的版本 Leonado对此有提供两种放大的方式 一个叫做创意式放大 它会在渲染过程中 针对影像做一些自动的调校 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在经过放大后 两张图片的差异 而如果你觉得创意式放大这种渲染方式 会流失掉图片中部分的细节 那你可以试试看第二种放大的方式 它的渲染结果会比较接近原始的图片 OK 那许多AI绘图工具 都有提供以图片代替题词的功能 Leonado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功能是位于图片的右下角 点击后该图会显示在左栏 此时我们可以指定图片对于渲染结果的影响力 如果调高渲染结果会较忠实于原图 调低则可产生较具有创意的变化 那这边我把题词也做个修改 改成圣殿骑士的大理石雕像 底下我们还可以另外指定Negative Prompt 代表你不希望在画面中出现的东西 譬如不希望雕像有佩戴长剑或笔搜等 好那我们来做个渲染的测试 OK那这些算好的图片 右边三张的确有产生雕像的感觉 但构图却十分糟糕 骑士头部都跑到了画面之外 而第一张作品构图的部分还可以 但骑士本身并没有产生雕像的质感 遇到这种情形 我们除了尝试去修改题词之外 你也可以到上方打开 Prompt Magic这个实验性的功能 它可以让渲染结果更贴近题词的内容 以符合我们的预期 此外你也可以试试看Leonardo Style这个选项 它会站对图片做一些艺术风格的调整 好那我们再来做一次算图 OK那这次渲染结果就有了明显的改善 OK那Leonardo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叫做Image to Pose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可以提供一张参考图 让画作中的角色摆出一样的知识 那我把这项功能开启后 点击算图按钮 于是雕像就会模仿参考图 做出一样的动作哦 好那在图片底部 我们要谈的最后一项功能是 Edit in Canvas 点击后会打开一个新的界面 在这个界面中使用画素滚轮可以进行缩放 按住空白键可以平移画布的位置 这个工具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做图片的延伸 来突破AI绘图中画布大小的限制 那我把算图框的位置调整好后 在底下输入同一组题词 按下产生 Leonardo就会依据这个画作 延伸出新的影像内容 那你可以从中选择一张适合的图片 旁边则可选择取消或是接受 那这个画布不一定要使用Leonardo本身的图片 你也可以从电脑资料夹中 拉入其他的影像档 然后将算图框和图片做部分的重叠 底下则输入一个简单的题词 配入Hairsight三坡 Leonardo就会将这幅名画向左侧延展 那你可以重复这个步骤 将算图框移到右侧再做一次渲染 如此名画在被重新诠释后 可以带给观者更有趣的艺术体验哦 OK 那这个功能如果想应用在照片 也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照片在拍摄好后 如果发现构图不够理想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AI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这对于摄影爱好者而言 可说是提供了更多创作的自由 让他们在短时间内 就能完成高品质的影像合成 那除了延伸影像之外 Leonardo也可以针对相片做影像的修复 比如今天如果我想要把照片中的人物移除掉的话 我可以用橡皮擦涂在人物的位置 然后在底下输入题词 像是铁窗和钻墙 再按下产生 于是我们就可以从四张图片中 调选一张叫理想的合成结果 那除了橡皮擦 在左侧工具列还有一个可用来绘制遮罩的笔刷 它主要的功能是用来限制算图的区域 比如我想要在这个区域中加上一个涂鸦 然后开始算图 而合成结果也非常的理想 完全不输给PS大神 那我们只要选好中一的图片 点击下载 就可以把它储存到自己的电脑啰 OK 最后Leonardo还有个非常酷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训练属于自己的模组 来产生特定风格的图片 而且方式非常的简单 比如这里我想要请AI学习花木老师的画风 模组名称我设为JoJo 按下建立 那依据官方的建议 我们可以准备大约8到15张的图片来供AI学习 那图片上传好后 我按下训练按钮 然后输入一些文字资讯 以及题词的关键词 再按下开始就OK了 那AI训练的时间通常可在30分钟内完成 结束时我们会收到一封email 于是我们就可以到左栏打开模组类别 切换到自己的标签 再按下检视 就可以准备来做算图的测试 那题词的部分 我就简单输入一名高中女生 然后按下Generate按钮 过了一会儿后 Leonardo就产生了4张画木老师画风的图片 当然这些图片还可以继续做一些参数上的调教 但只用15张图片就能算出这样的成果 也让人深深感受到AI的强大哦 OK 那今天关于Leonardo AI的介绍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